去年所引起的加州华裔大力抗争的SCA五提案 要求加大在录取学生时实行平权运动 也就是按照加州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来录取学生 而不是按照学习成绩 已经有戒失还魂之态 还记得去年SCA五提案到的是沸沸扬扬 不过由于华裔、韩裔等等亚裔是及时发现 州议会民主党人的算计发动了大规模的抗争 是终于的让SCA五折腰 而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议题上可以见解不同 甚至有时候是南辕比撤 但是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却是一点都不含糊 今天的新闻临时差请来了平权会的顾问许坚 加州共和党的参议员领袖Bob Huff 以及圣盖博士狮子会的主席和美媒 一起来讨论对于亚裔不公的SCA五的过去 现在还有将来对我们华裔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去年引发加州华裔大力抗争的SCA五法案 SCA五是在加州参议员提出的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 1996年加州通过了著名的209提案 也叫加州民权提案 该提案修改加州宪法 禁止州政府在公务员招募 公共服务合同签订 和公共教育中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 这个提案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公立大学 以种族因素为录取标准之一的州 基金以成绩为录取标准 在209提案通过后 随即很多州跟进 掀起了学校以成绩为衡量标准的浪潮 2014年 SCA五是想删除掉 209提案中任何提到公共教育的文字 实质是要求公立大学考虑 种族性别族群的因素 SCA五由西语役背景的加州参议员 赫尔·南德斯提出 理由是加州大学中少数族益比例太少 需要宪法允许公立大学录取时 考虑种族背景 平均受教育的权利 若此案通过在加州所有大学中 牙役的录取率将会拒减 与此同时 西语役的录取率则会增加 2014年1月30日 SCA五在加州参议员投票通过 3月17日加州恢复平权法案 SCFI法案发起人 州参议员赫尔南德斯 与众议院议长佩雷兹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SCFI已经从众议院撤回 返回到参议院 由于民主党最近在加州参议院 失去了两个席位 不再占有三分之二绝大多数 所以这已经宣告今年的SCFI法案 在华裔社区强烈的反对声中 正式告白收场 但是SCFI的发起人 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议案 他们将争取该法案 在2016年的大选中 再次提交公投 首先先欢迎三位嘉宾 第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去年SCFI已经被撤回了 加州恢复平权 以收场告终 但是法案的发起人 或者是一些组织 依然是没有放弃 是继续用各种的手段 去复活SCFI 对于这个法案的未来 何去何踪 您怎么看待 我们可以 never get lazy on this issue because the forces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California wants to use race country of origin to make decisions SCA's five was only one of many attempts to do this legislatively but the democrats haven't had a supermajority to get it through so that's changed now we're back they don't have a supermajority but you have Kamala Harris our attorney general who's filed a friend of the court action you have the chancell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C system saying they can't achieve the racial balance that they want and so there are a lot of forces that want to impose race-based decisions and so we have to fight that which I'm happy to talk about I think SCA5 这个死灰复燃 可能会有的 因为总有一批 人是专门 做这个 做这个 SCA5的这个支持者 但是 我总的来讲 我们现在还是要很 密切的注意 这个 SCA5 不能让它死灰复燃 另外呢 这个 SCA5 最重要的问题是 它会影响到 我们的华裔 进入这个 不同的这个 公立大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总的来讲 并不是讲你是 读书最好的 可以进入大学 而是以 你名著来讲的话 那如果是以 这个 Statistics 来讲的话呢 我们 其实我们亚裔啊 已经是远远超过 无论是白人 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墨西哥裔 我们这个分数 远远已经超过 他们很多 那但是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 有很多的这个 华裔呢 已经是受到 不同的歧视 那如果这 SCA5 在这个里面呢 再会 如果成为法律的话 那对我们的华人来讲呢 应该是很 会是很不好的消息 我其实不用看到 这个迹象呢 我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会死灰复燃 而且这可能性 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呢 SCA5所代表的呢 是民主党的 这个中心的价值观 OK 那如果是在明年 2006年回来的话呢 它可能是以 我们叫做 Initiate的方式回来 因为呢 它这个立法 没有办法通过 休闲也没有办法通过 所以呢 如果要回来的话呢 它很可能是利用 这个所谓这个 公投的方式回来的 而自从SCE5提案的出现 到加州参议院的通过 在整个加州 是引起了一阵 轩然的大波 华人的抗议之声 也是不绝于二 在加州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 绝对控制之下求生 因为民主党在加州参议院 和众议院都有拥有 超过三分之二的 绝对多数的席位 在民主党绝对多数的控制之下 在SCE5的面前 亚裔是否就是无关人事 是否就真的是 果真如此呢 当然我觉得是个 因为不同的政党 有不同的看法 而现在民主党的看法 是觉得如果SCE5的话 对每个族裔 如果平均进来的话 对 其实可以帮助到他们 好像我们的黑人 或者是我们的西班牙裔 但是 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了 但他们想法 他们觉得这个是公平 但我们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作为华学会 我并不是讲 我要站在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 我们两个都不是 但是最重要还是讲 我们要怎么样 对这个法案 要有个正确的看法 而且我们现在 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华人的官员 当他们vote的时候 也需要看到 我们华人的声音 不光是以政党的声音来投票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都看到是很多的华人的议员 其实是在以政党的这个决定 作为他的投票的依规 还并不是真正的为 觉得我们的华人的最后的结果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结果 来投票的 所以因此的话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我们华人当然 包括亚裔 不光是华人 包括我们很多的韩国裔 他们一样的 也是亚裔 总的来讲需要站起来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反对这个法案 因为每一个政党 都有它的中心理念 中心的思想 它的思想不一样的话 就是党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政治的一项 是一个政治的一项 当然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 对我讲华人来讲的话 在这个之前 S.E.5之前 很多人是支持民主党的 譬如说 但是S.E.5之后 它会发现 其实党派所代表的中心思想 是对不同的族裔 有不同的影响的 S.E.5可能会增加紧张的种族关系 它也有可能会损害到 白人还有亚洲人的利益为代价 来造福中上层的其他族裔 加州的S.E.5法案 明显对于亚裔构成了歧视 那么为什么还可以 一直冤魂不散的 纠缠着亚裔社区呢 当然不公平啊 我们亚裔好像应该这样说了 我们亚裔很多是中产阶级 当然如果你讲富有的 他们可以去私立学校 但是很多是在这边 是在中产的 在这个白领或者蓝领都会有 那他们的小孩都希望进到 进到好的学校 因为我们华人 华人的这个文化是什么呢 读书是读得好 你可以种状元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化 那在这个文化里面的话呢 就是讲说每个华人小孩 或者亚裔小孩 都对读书是很重视的 尤其我看到他们很多小孩 都在外面都还有课外活动 除了补习以外 还有课外活动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希望进到好的大学 那如果今天在这个法案里面呢 如果是限制我们华人的话呢 那这个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大了 OK 那非常大 总来讲是普遍 对全个华人的这个民族 是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小孩如果进不了好的大学 那变成逼着要到外州 去读其他外州的学校 那这个当然 我们很多华人是不愿意看到的 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诉求很简单 我们只有要求平等 所谓的平等呢 是立足式的平等 不是骑头式的平等 OK 很多人没有了解到 equal results不等于equal opportunities OK 所以呢 我们要求的是机会要均等来竞争 我要补充一点的 刚刚我讲到这个分数来讲的话 SAT 给这种SAT来说的话 我因为今天早上我才看到这个数据 对 美国大学的这个陆学SAT啊 华人的学生比白人的学生高出140分 OK 那比西班牙语高出270分 那比起非洲语的话高450分 所以你看我们SAT的score 是远远超过他们的 那如果今天如果SAT5 如果可以通过的话 那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了 那问题大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讲 你无论你超过多少分 你是按照你的人口 那我们华人人口就本来就少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进到好的大学呢 所以我想这个数据啊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三位嘉宾 而虽然SAT5法案已经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也显示了华人的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并不是完全的胜利 我们还是要警惕 因为依然有不少人希望在未来 能够在加州各个族裔的高等学府招生时 能够得到所谓公平合理的对待 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SAT5会不会改头换面 卷土重来 其实所有的华人们都还要睁大眼睛 我们在星期四的新闻临时差 将与您继续探讨SAT5 如果重生 我们应该要怎么对待